这就是我们三个月亏了五十万的店 今天正式宣布倒闭了 不做了 现在已经开始搬东西了 从2023年9月28开业到今天 2月29号刚好五个月 真的感觉很可惜 我没有贴转让 因为不想有人从我的手上接过去 然后又重蹈我的负责 亏了五十万真心的劝大家一句 餐饮小白开店真的要谨慎 现在开店不是味道好生意就好 不要看着别人开店赚到盆满钵满 你去开就可以一样 因为人家给你看的都只是想要给你看到的 真的很舍不得 每个角落都是自己用心打造的 但是没有办法 不想再投入任何的时间成本了 其实店铺正常经营是没有亏钱的 但坚持开下去就真的是在给房东打工 一个月一万七的房租成本压力很大 所以及时止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吧 坚持这一年搞得负债累累 没有华丽的羡慕 只有忍痛和狼狈退场 挺突然的也挺迷茫的 双夜开店失败后 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呢 谁懂啊 传统卖场一家家关闭 可把大家紧张坏了 你看上海加勒福的门店只剩下五家了 今天华乐万家大华店也正式关店 我在现场看到卖场都贴上封条了 过通道往超市的商铺也在疯狂大甩卖 这里可是宝山眨北普陀山区交汇处的大华虎城啊 冷气超旺的 尤其是周六周日 好多来上补习班的小孩 旁边还有小澳来和大华夜巷美食街热闹得很 门口停车场的师傅告诉我 三年前这里啊还是乐够超市 那时候生意好好的了啊 转给华乐万家后 人流就慢慢变少了 今天终于倒闭了 师傅说啊 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但是看看附近的河马会员店啊 你或许能够找到一些原因 这家店不大 除了会员的独家优惠 还有海鲜加工 限售限吃 而且都是自助收银 那么收银员干嘛去了呢 收银员忙得很啊 他们都在处理线上瘤单 很多大型卖场就这样在我们身边慢慢消失 都怪快递太快了 还有Costco的会员店 沙漠会员店 这里有会员形式的门店 不断的涌现 真是时代的眼泪啊 你知道压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吗 有分析师就预估啊 七八月份的毕业季 青年失业率突破20%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啊 年轻人在当下几乎是灾难级的就业形式 之前刷到过一个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啊 毕业五年只存了5000块钱 她的闺蜜在中传读的研究生 上一份工作呢 是在火锅店打扫卫生 农民工用血汗钱供养出来的大学生 本以为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 结果到头来还比不过他们自己啊 我们熬过了全世界最辛苦的中式教育 外国人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换来的却是月薪三千 招不到一个农民工 却能招到大把的大学生 我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做高管的时候 公司要招一个前端开发 13天的时间收了7300分简历 一眼望去全都是985211 我们给的试用期工资是7500块啊 你们可能觉得7500块不少啊 但这是北京住一个十几平米的隔断都要2000多块 我跟一个开发部门的实习生聊过 他们每天凌晨一点多下班 三十点到家五六点才睡觉 有时候七八点就被叫到公司处理bug 甚至休息日的时候 也是一个电话睡觉睡到 但就是这么拼 在大城市依然买不起车 买不起房 娶不起媳妇啊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想躺平啊 也不在避讳当保安啊 打砸啊 甚至坑老 因为大家发现好像努力了并没有什么用 2010年之后房价的暴涨 给年轻人上了生动形象的一刻 他们从未如此近距离的观察到财富是如何被创造的 一个有手好闲的土著 就因为房子被拆迁 瞬间几百上千万到手 还有新房子住 他只有小学文化 完全不懂土地财政 也不懂投资原理啊 更不懂创业啊 他只希望会写自己的名字 在一张纸上签个字 钱就过得花一辈子 所以压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并不是高房价 也不是收入 不是职场压榨 而是完全看不到可以通过自己 努力实现财富越界的希望 无论我们怎么强调勤勇敢 志强不息 都掩盖不了啊 有的人什么都不做 就可以添降巨额财富的现实 蓝窗苦毒不再那么难能可贵 因为只需要一纸文件 就可以让我们几十年的努力 变成一场空 这几天的业绩 真的是每天都差不多 没有超过五百五的 今天就是五百一十三 昨天是五百二十多 前天是五百零三块 这业绩真的是很难上到五百五六百 更别想了 今天呢 半下午的时候又下雨了 现在呢天气还是阴沉沉的 也六点了 今天早一点关门 六点半就关门吧 下雨了 商场更美人 本来下午是稍微有点人流量的 上午没啥人 下午又下雨了 所以今天的业绩 也就到此为止了 收拾收拾下班 这几天的业绩真的是不如人意啊 刚过完年那几天每天还大几百七八百八九百 还有两天上签了呢 这几天是稳稳的五百块 房租呢是勉勉强强能够 然后我一天到晚从九点多待到六点半八九个小时就是没有工资的能保住店里面的开支就蛮不错了 唉 现在的生意大家都在安身叹气 特别像我们商场二楼的卖服装的 都有几家现在已经开始清货 说要关门了 不做了 唉 现在的生意 能把房租赚上来 就是好生意了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2月28日的一则报道中 中国的房地产巨头碧桂园面临了一项挑战 因为他未能偿还一笔2.05亿美元的贷款 导致接收到了清算的请求 这不仅让碧桂园面临的债务重组变得更加困难 也对中国政府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信心造成了打击 NNA观察家指出 债权能提出的清算动作实际上是对中国政府尝试挽救经济的措施的一种字 并且这一举措也可能是一种策略 目的是为了迫使碧桂园做出更多的让步 这对于债务重组来说是一个负面的信号 同时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趋势以及政府的政策反应都显得非常混乱 前景不明 2月28日 碧桂园公开表示 有债权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的清算请求 这涉及到一笔约16亿港元的未长还定期贷款及相应的利息 碧桂园在提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文件中强调 他们将坚决反对这一请求 这个请求是由在香港上市的金宝集团下属的勇信有限公司提出的 对于这一请求 法院安排在5月17日进行听证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碧桂园最近声明 他的135个项目已经被地方政府列入了可以获得融资支持的白名单 但是 结果有这样的支持 碧桂园还是收到了清算的申请 这反映出 债权人对政府支持碧桂园的信心不足 碧桂园在中国拥有超过1000个项目 而被列入白名单的135个项目只占大约13%的比例 黄大卫评论说 整体的难题并未得到解决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个开始 他还提到 对于债权人而言 碧桂园过去的债券利息虽然没有恒大那么高 但也不算低 因此 债权人感到目前政府的就是措施力度不足 同时 他们对于政府未来能否提供支持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2022年起 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支持房地产行业 碧桂园被视为先锋 未曾遭受债务危机的困扰 专家指出 中国的主要银行向碧桂园承诺了数千亿的受信额度 虽然表面上看碧桂园显得非常成功 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并未真正实施 仅仅是表面文章 尽管碧桂园获得了数千亿的银行受信 但实际上并未接收到相应的贷款 到目前为止 有135个项目被列入优先名单 但都还将制度有效落实 转化为实际的贷款仍然是个大问题 专家表示 目前而言 这仅仅是共产党的口头宣传而已 居入透色报道 如果碧桂园造到清算 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增加国内贷款机构的压力 可能会延缓房产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复苏 专家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推出的所有措施 实际上是迫使银行向房地产公司提供贷款 然而 这些银行本质上是商业实体 追求利益最大化 不可能不计成本的救助房地产公司 这些措施未必能够真正起到效果 这些银行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他们实际上是抵制中央政策的专家表示 从国际惯例来看 迫使银行救助房地产公司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回顾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 是通过政府资金救助房地美和房利美 而非要求银行出资 鉴于中国银行自身面临的巨大风险 若要求他们来支持房地产行业 最终可能导致银行和房地产行业一同崩溃 因此 这些银行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政策持反对态度 表面顺从而内心抵触尊家认为 从目前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政策反应来看 局势非常糟糕 前景黯淡 中上所处 债权能的清算申请反映了对国内经济整体状况 以及政府就是计划的不信任 认为这些措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